雪丸子我已经做了一段时间 也熏了一段时间 就晚上我拿几个来尝一下 在这里了 在这个火炉火糖里面的熏就会有点黑 拿三个了 可以 它来蒸吧 吃蒸的是吃炒的 各个的味道 这个雪丸子熏过之后可能会有点黑 我们就拿热水洗一下 也可以用水稍微煮一下 因为它熏过之后会有点硬 如果拿来炒的话就要来稍微煮一下 不拿炒的话就先清洗之后 清洗之后再来清水过一下 再蒸 切片蒸一下 脚上放点香肠蒸吧 这晚上我就拿来蒸 给那个腊肠 下次我们再炒一个尝一下 对 蒸的话就切薄一点 因为 把它蒸那么软一点 我后面又灌了一点香肠味的自己吃 我就灌了一点点 没灌多少 把这个血丸子铺在下面 腊肠铺上面 那个油 它会切到下面就更加美味了 这个腊肠是我后面做的 我今天也拿来尝一下 跟这个血丸子一起蒸 你就会切面 这鋪好之后就我 suppressed 我就会放蜡情况铺了 啊 啊 看 现在可以蒸了 漂亮吗 现在蒸了 蒸好了 慢点 我看 今晚要吃两碗饭 最低两碗 两碗还少了吧 我们现在在下面 主要的就是这个 全是饱 你看那个烂肉的油之内的香味 全部都在血丸子上面 这个肯定要吃 要是你们以后煮蒸的话 就是要这个蒸 把这个放在最下面 把香肠的放在最上面 有辣肉的话就上面放在辣肉 赶紧上饭 可以可以 口水都来了 可以 这样大人弄的吗 这样 我买香香 我买香 定了 定了些 鞋子 鞋子 老婆要带下来 我们就先吃 你没当 好 我们先吃 吃什么菜呢 写碗子 你们吃什么菜 写碗子 嗯 嗯 哈哈哈 水碗子 嗯 哈哈哈 一手三个都可以咬 哪个人先喝了呀 嗯 好 写碗子